我们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 就是在两个学期的当中进来的 当时其他的学校 就是没有给我们开这个门 但是我们自边Salesman Pritish School为我们打开这场大门 所以非常荣幸 然后当时的我们的老师 都对我们孩子特别热情 然后让他们感到 自己是很受重视的 非常被关注和关心的 所以当时就感到非常温暖 还有一点就是 我的孩子进来之后 基本上他和国内不太一样的是 他们把他当大人了 成年人 很多的学业和生活学习安排上面 让他们感受到 父母不用去管他们 他们只要独立的 像成年人一样对自己负责 然后跟老师去 一起去构建这些计划 学习的计划去安排 所以这点很重要 当时我还有一点吃鸡 说我们家长不用管很多吗 其实我发现他们在课堂上上下学 到过课 课那个课牌的活动安排 他们可以做很好的 互动安排 独立性很强 而且他们有这种自由度 那学校非常鼓励 我是看到他们在这里边是如鱼得水 还有另外一个呢 我其实发现就是 他们慢慢的就是打开思路 就是已经不是为学业上面的学习而学习了 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很比较很开心 然后呢就是能够有自己的构建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和梦想 为自己的未来去规划 然后有这种未来呢 然后他才会说 我学习应该准备好哪一些东西 这是有一个 他只是说他有目标了 然后他明确的目标 而且是兴趣导向做目标 他的学习就会有很大的动力 我不需要在后面天天盯着催着 即使他们学习学业有的时候很重 可是他们也是很开心感觉是这样的